大家好,我是小學三年級的林家小子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的說是一位我最近很喜歡的兒童作家 兒童小說作家,他叫做廣島林子 廣島林子有出很多劇情奇幻、有趣 而且是蜘蛛雞的作品 看過廣島林子的作品有 神奇甘媽丁、魔法十年屋、妖怪出租、充滿祕密的魔石管 還有妖怪脫鋪鎖 我今天要介紹的不是我剛剛說的那一些喔 而是 神奇貓丁事件部 作者 廣島林子 意者 韓婉婷 出版社 小熊出版 在神奇貓丁事件部已經出到第二集了 還沒 還沒出完 還有續集 我要說說自己覺得特別的地方 第一 雖然沒有注音 但是 用字淺詞 淺顯易懂 就是 不會有太難的字的意思啦 我推薦 二年級 現在要升三年級的小朋友 可以看看這一本書 一定會不知不覺的就認識很多字喔 偷偷跟你們說 我上三年級的老師規定 不會寫的字不能寫注音 要不然就會被扣分 那我就會看這種小說來認識很多很多字 那你們也可以看神奇貓丁事件部 來認識很多很多字喔 第二的特別的地方 內容有很多可以運用在寫作文的句子內容裡面 比如說啊 像是 像是三十二頁 就是第一集的第二篇這邊 混色貓老大這一篇 形容貓老大對小白貓說的態度 說話的態度和原始 原始就是那一篇故事的主角 跟原始的說話態度相差十萬八千里 十萬八千里就是誇事 特別三 故事不恐怖 前面我說過作者的作品啊 有很多都是跟鬼有關的 有些小朋友就會害怕不敢看 但是這本故事不會喔 這本故事不但有趣 而且還不恐怖 如果小朋友喜歡看宮崎駿的電影 應該也會喜歡吧 因為裡面就有一個叫貓的報恩的故事 跟這個還蠻像的 說完特別的地方 再跟你們介紹我為什麼會一直看下去的原因 第一集 第一集 主角原始在睡覺的時候就會變成一隻貓 或者是呢 混色貓老大來找他 他就會用魔法把原始主角變成一隻貓 原始主角他可以變成貓 然後還可以聽得懂貓的語言 不管是變成還是變貓 然後第二集 每篇就是一隻貓的故事 所以我很期待還有續集 歡迎光臨獵人公司 心有生物恰尋故 這本的內容很像 抓寶獵人寶可夢 就是 這本很像抓寶獵人寶可夢 他們都是把球掉出去收服 可是他們不是喔 他們是拿各種神奇的道具 小鐵在12歲的時候 以一個從未想過的身份 進入夢寐以求的獵人公司 懷抱著雄心壯志的小鐵竟然被分排到 稀有生物恰尋故 聽說這裡啊 都是獵人紛紛躲避的單位 因為專門尋找千奇百怪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小鐵的任務很有趣啊 越困難的任務 就越有挑戰力 也越刺激 所以當然很有趣 我喜歡冒險的故事 可惜 只有一本 它不是套書 讓我覺得 還看不夠 好奇的還有下一集 不知 聽完我的介紹 有沒有很想看看 神奇貓丁事件部 或是 歡迎光臨獵人稀有 生物恰尋故呢 可以 上摩克萊生訂購 也記得最終出版社小熊出版 還有更多好看的書等你帶回家 我是FB 粉絲頁新家演員的小子 我是小學三年級 也希望你喜歡我的推薦喔 前面 你不覺得那些殺方法 你不覺得那些? 我不是會的